我想说就是谢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我发现很多人好像看了我以前的视频 可能没拍的那么好,不好意思 如果有人看到了我第三个Vlog的话 他们可能知道我以前是住在不同的地方 我想介绍一下现在已经的地方和它的东南西北 平时人会在这里打菜籍 但是今天是星期六 可能他们在睡觉,现在还没有到六点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东方吧 东边比较多的是饭店,ATM,还有... 在往东边就有一个地铁站 平时晚上会冷热,假如你也住在这里 你最常去的方向应该是东边 我现在往南边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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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个铁站 它是13年14年典的 因为南京是2014年举办庆奥会 南边其实跟东边差不多很大 到西边了 看能不能骑自己车进去吧 我也不知道 我没来过这里 我还真的没骑过这里 我不要注意了 我直接拍摄我的照片 所以这样跟 Bank 根本就不是这样 有需要看 我可以查一下 你就是铁站 没想到它瞎成这样子 这平时应该是走路的地方 然后那边应该是休息的地方 但是前几天它应该是被大雨淹没了 它就像是一个雪的寺庙 现在去看北边 它还在 那就去看北边吧 北边差不多只是住宅区 谢谢大家看我的视频 然后再次谢谢大家关注这个频道 如果你们以后也想拍Vlog的话 记得Vlog是为了给自己记忆 是为了让别人喜欢你